而台鐵南輝線再度因為 太馬里道之本76公里處 地基流失下線 鋼軌位移 宣布南輝鐵路全線停止 而目前還在搶修當中 台鐵表示因為連續豪雨 造成了陸基流失下線 不過因為今天剛好是 雙十國慶廉價最後一天 來往旅客勢必俱增 因此東部幹線倾斜式列車 因為南輝線太馬里道之本 受到天災事故 所以為了輸運旅客需要 包括像泰魯閣還有普雲馬號 十號開放鎮票 讓旅客可以順利運達目的地